走门户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Auntie,她很亲切的对我说,王部长啊,你很年轻耶,我都要90岁了,你才60多。 所以我遇到Auntie啊,我才53啊。 这个Auntie她毫不尴尬的说,哎呀,我都要90岁,你们现在的人50多60多看起来都一样啊。 我事后想想,其实Auntie说的没有错,我的祖父60多岁,癌症去世,在我记忆中,她是憔悴的,她是苍老的。 现在许多60几岁的Auntie看起来都身强体壮,非常活跃,一点也不老,跟我看起来差不多一样。 人口结构的变化,我们不能改变,但对年龄的看法,我们可以改变。 许多65岁以上的人,年纪虽大,但人不老,就算人老,心也不老。 随着生活数字的提升,我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地增加,什么年龄才算老? 最好的答案,照顾好身体,保持健康。 你做到这点,就可以不认老,不要缩老认老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